网络一名华裔承包商 随中国籍友人到泰国谈身体 但是没有想到 易里达和爱机场 就被不法之徒拐走到缅甸贩卖人口原地 被扣押期间甚至遭人虐打 虽然家属已经交出2万令吉赎金 但是还是不够 现在需要5万令吉才能赎人 来自金宝东兴港的 42岁华裔承包商 廖发财被拐前是在柔佛州 从事拉电承包生意 他父亲在今年4月29号 联络儿子拿生活费时 才知道他在泰国被人拐走 扣押在缅甸金山脚大齐利 贩卖人口的园区内 由于担心儿子的安危 廖先生决定求助 于是今天在金宝国会议员张哲敏 以及克兰芝州议员古海燕的陪同下 在记者会上揭露此事 我儿子通知我 说他已经遇到很困难的东西 很困难的事情 所以他需要我做什么东西都要低调 不要太过张扬 因为他怕他在那边 万一又受到什么事情的话 他会被中打还是什么 所以最主要的东西就是说 他需要很多钱去除他出来 廖先生说 离婚多年的儿子在5月1号微信他 告知被关押在缅甸大齐利 4号在特别交代 必要时报警和求助人民代议事 但暂时不要打草惊蛇 之后他有段时间联系不上儿子 直到本月17号才再一次收到儿子的微信语音信息 儿子告诉他在第一园区遭到虐打和威胁 之前通过前妻在5月缴付2万令吉之后 被转移到第二园区 但是现在需要5万令吉才能赎人 如果没有这2万块的话 他不会由园区一到园区二的 之前在园区一他会受到虐 带中打什么东西 种种类似 收到2万块之后 他就调他去园区二 那边就比较好 不会给中打 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叫我再想办法看 除5万块去赎他出来 廖先生表示 他根本就拿不出5万令吉赎金 即使半年前他在建筑工地工作 仍需要儿子每个月寄来生活费才能过活 现在他在工地跌断了腿 已经半年没有收入 另一方面 张哲敏指出 这起案件的干案手法和早前发生的几宗案件类似 因此他认为诈骗几率不高 所以希望也要警惕一下社会上的所有人 所以不要以为有人跟你讲要去做生意 或者去新加坡就觉得很安全 他们新加坡是其中一个转战 他先把你骗去新加坡 再骗去泰国 一去到泰国就可能就把你押去缅甸了 所以希望各位朋友要非常小心 如果要找工的朋友 就算是讲他先跟你讲要去新加坡找工 去到新加坡 再慢慢把你骗去泰国 所以这些都要非常小心 张哲敏说 克兰芝州议员古海燕 今天一早已经陪同事主报警 他将会向金保警区主任跟进案件 要求尽快透过武器安曼警察总部 联系国际刑警调查此案 同时通过外交部尝试把料发财救回来 请不吝点赞订阅